曾經有一個很有印象的班主任 林畢業時跟我說 望著我叫我全名 然後就說 你將來一定是社會的寄生蟲和垃圾 會考期間已經出來社會做事 雖然做過很多不同類型的工 不過阿Don沒有被當初的老師打擊 還有汽車雜誌攝影記者 搖身一變成為金寶時汽車美容的老闆 我現在做事 心態有少變了 可能反過來現在叫做老闆 我的心態就是 你不要理會明天會過得如何 你不要想著我現在成功了 假設我下一步要怎樣做 我就要沾沾自喜 我走出來就要有人叫我 不是 你只是想怎樣再將現在的事做好些 因為很老套的一句話 沒有完美的 肯定還有些事可以做好些 那你要找那個東西出來 阿Don並沒有因為成為老闆而驕傲 反而一直謹記前輩的提點 其實最深刻的一句就是 你做到些甚麼都好 你要記住緊守自己的崗位 千萬不要想別人怎樣想你 這一句是其中一個 到現在都幾好的前輩和朋友去教我的 就算短期目標已經達到 但是阿Don仍然堅持一句座右銘 很多人可能會說 你們下一步應該要開多一間分店 或者你們會在澳門開 或者在內地再開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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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 當然最好 有一個機會我會去白黑暗 但是最好的都是一件事 最遠大的目標就是 再將自己做好些 無論自己的人也好 自己的店也好 代人節物也好 都要做好些 這個是我唯一要再做好些的事 我覺得